内政部113年资深基优村里长地方民意代表及民政人员表扬大会 瑞芳区新丰里里长同时也是里长联谊会会长黄茂俊荣获特优里长 里长关怀里内低收入户 独居老人及弱势儿童少年 配合市府积极宣导相关政策 协助公所相关公益活动 备受黎明肯定 里长黄茂俊就说除了一般性里面服务案件 也开办歌唱班及萨克斯丰班课程寓教娱乐 培养里民多元兴趣 而为推广教育也推动国小的奖励金计划 只要是成绩优异的小学生就会发放奖励金 以此激励在地学职努力学习 等于是这个事务会全部都交给我们小朋友 动物的奖劫金 老人家65岁的老人家 让这个敬老理先来的 今年我们黄茂俊会长融合我们内政部的旗后里长 那会长其实平常在地方事务上面 其实都非常用心 尤其又担任我们老人会的理事长 那他其实也长期办理共餐 那对地方公共事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对我们瑞芳其实帮助非常大 那居然这边也在这里攻二他 他也是实至名归 瑞芳区区长也表示 里长黄茂俊为里民福祉着想 不只主动关怀里内弱势 举办多项才艺课程 也颁发里内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奖励金 凝聚里民向心力的同时也开拓新兴趣 也在教育方面扎根 为社区发展尽心尽力 也感谢里长默默耕耘付出 参与地方事务为邻里服务 谢成为瑞芳采访报道